现在极端气候让欧洲快要渴死了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危机呢 今天带你一块来看 大家好 我是志玉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的是 缺水的难题 当然这又是极端气候变迁 但是呢 现在缺水的一个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大家知道吗 从1960年代开始到现在 全世界的用水量已经翻倍了 而且这个数字呢 还会持续的往上跳高 告诉大家 现在AI很夯的呗 ChairGPD很好玩的呗 大家都上去跟这个人工机器人聊聊天 看他会给你什么样有趣的一个feedback 但是你知道 你跟ChairGPD聊十句话 就等于喝掉了一瓶500毫升的水 为什么ChairGPD很口渴吗 原因是啊 原来这些ChairGPD背后这个人工AI的大量运算 其实呢会让这个机器产生高热嘛 因为他都高速运算 散热 用水去散热 所以呢 看到了科技公司大量用水 我们给大家看Google的数字啊 Google最近呢公布了2022年 他整体的一个公司的营运报告 其中有一行字 大家就眼睛为之一亮 你一个科技公司 你怎么用那么多水啊 你哪招啊 我们来看到Google他用了多少水 他总共在2022年 他用掉了56亿加仑的水 这是什么概念 这个概念在于 就是很像中国一线城市 全年所有人的用水量 你到底干嘛了 你不科技公司吗 后来搞半天才知道 哦原来他就是在发展他的AI 所以呢 他的数据中心大量发热 需要大量的水来帮他散热 所以他才花了这么多水 那这么多水呢 因为他发展AI 比2021年增加了20%的用水量 那当然AI还要不要发展 现在才AI元年 接下来还要发展啊 所以接下来呢 他的用水量应该是每年每年 都会继续往上跳 那当然你说 那我散热 我不要花水啊 能不能 我们来看其他公司 像微软 他直接就以前有一个 海底的数据公司 直接把他放海底 但是那个技术层面 要这个数字 他这个建设成本比较高嘛 那后来呢 像是这个脸书啊 像现在的Meta 直接把他的数据公司 盖到北极圈附近 但北极圈最近也越来越热 然后呢 看到了像阿里 阿里云呢 他直接把他的一个这个数据中心啊 就直接放到了这个千岛湖附近 然后呢 就直接抽取这个千岛湖的湖水来冷却 所以各有各的办法 但无论哪一种都花大量的水资源 好 这是一个浪费水 那另外我们就带你来看到 另外一个浪费水是什么 像欧洲 欧洲其实现在是大干旱的状况 但是呢 除了这个老天不作美不下雨之外啊 其实啊还有很多人工的浪费水 在你不知不觉当中水就飞了 好什么呢 你知道欧洲的一个漏水率有多高吗 欧洲有非常多地方 他很早发展 所以呢 他的公共建设 他的基础建设 其实做得很早 水管水管之间啊 这个漏水率很高 整个欧洲水管漏水率高达25% 那其中有一些啊 这个漏得很夸张的 像是罗马 罗马的漏水率高达42% 西班牙他的漏水率有25% 水都漏光了啦 全部都在水管跟水管老旧之间 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全部都漏光了 那你一定好奇 像我们台湾 台湾的漏水率大概在13%左右 其实也没好到哪去 那也都是应该好好改善 中国的漏水率呢 大约在15%左右 有一些城市比较老旧啊 那他的漏水率可以到30% 那整体啊 中国每年漏掉的水 很惊人 大约相当于700个西湖的水量 那么大 所以呢 其实这种漏水率的状况 各国都有 那未来水资源越来越珍贵了 这每一滴水啊 真的都是利利皆珍贵 怎么样解决漏水率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挑战的难题了 好那么话说回来 我们看到了现在啊 这个水漏掉很可惜吗 那怎么办呢 怎么让大家珍惜水资源 水费很重要 用以价质量 让你知道用水很贵 你就会珍惜着用 我们来看最贵的地方 就是在欧洲啊 像欧洲的丹麦 他水真的很贵啊 他的水费呢 是每立方铝要8欧元 立方米要8欧元 这很贵啊 而且呢 他说贵的很价值 因为呢 他的水管弄得非常好 他漏水率就低嘛 然后呢 他弄得干干净净 据说呢 在丹麦你付这么多的水费 你真的喝到很好的水 水龙头一打开 你喝到的水 据说呢 是比很贵的 高级的矿泉水 要来的更好喝 好 那你就付的心安理得嘛 就付的 好啦 值得啦 那其实很多欧洲国家 都是这个水费 弄得很贵哦 像是丹麦刚 跟大家讲的很贵嘛 那淡水好嘛 那挪威也很贵 挪威呢 每立方米 大概要6欧元 德国荷兰 都差不多在水费 这个位置点 所以大家会省着点用 那个水会自己 不断使用哦 洗完澡 泡完澡之后的水 拿来浇花 然后呢 拿来冲马桶 各种 然后呢 各种这个省水的 一个方式很多哦 那但是呢 也有一些 水费很便宜的地方 真的就浪费水 真的就觉得 水费很便宜啊 无感啊 没关系啊 水龙头开着去用咯 呃 像是在这个香港 他们的一个 每立方米的一个水费 大约只要1欧元 那像是像在台湾 台湾的水费 每立方米啊 我们要用同样的单位 跟价钱来比嘛 大约不到0.6欧元 你就知道台湾的水费 真的很便宜咯 所以大家就不珍惜用水 水这边很重要 要省水 好 那我们讲回来 现在欧洲的大干旱哦 面对面临到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 呃 欧洲的一个干旱状况是 你直接看到他们的河 整个水位越来越低 那有一些是观光重要的河啊 你水位低就不美啊 观光就不漂亮啊 就觉得总有什么样遗憾啊 但有一些欧洲的这水 这个水位降低很严重的哦 这是经济命脉 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欧洲 像这个泰晤士河 多瑙河 还有呢这个蓝银河水位都严重下降 蓝银河水位下降非常严重 因为其实蓝银河 它可以说它承载的不仅仅是观光价值哦 它承载的是整个欧洲的运输量 因为有非常多内陆的运输都靠蓝银河 那蓝银河它的水位呢 通常在150公分以上 那叫非常安全的水位 就是可以让大船来来去去的载货 那到130公分哦那不行了 那底线了哦不能再降 但你知道进来的欧洲干旱 现在的蓝银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枢纽的一个位置关卡 你知道水位降到多少吗 只降到40几公分哎 你船怎么过啊 40几公分我人都走过去了 我这小朋友在里面玩水了 哈哈哈哈这样子玩了 那你怎么过啊怎么运东西啊 不行的 所以呢现在蓝银河的水位骤降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难题哦 呃在这个前几年哦 看到了曾经2018年就因为蓝银河的水位 降到不可思议的低船都过不了 导致呢德国的经济损失高达了50亿欧元哦 很可怕 那当然呢我们看到了从去年 去年的8月份 那个时候的水位就降到40几公分 30几公分 那到了今年的8月份又来一次 那个水位又开始不断不断往下降 现在呢又降到几十公分了 哇那对于整个欧盟的一个预输量来讲 那是头皮发麻 好那不只是看到了欧洲哦 另外一个讲到运输一定要提到是最近的巴拿马运河 也面临到非常严重的缺水干旱 这也影响到全世界的一个运输量 同时会影响到通膨的状况 我们来看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其实它是连结太平洋跟大西洋 那你这个运河要过去呢 其实这个巴拿马运河不是一条河 你不要这样想它 它其实过程当中呢 它有一个有一点像高低起伏的地方 那这个巴拿马地匣呢 它怎么过去呢 你说船怎么爬楼梯 哎船就能爬楼梯 它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设计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闸门 然后船进到这第一个闸门之后呢 第二个闸门打开 然后把水加进来 它在一个比较高度的地方 它有一个人工壶 人工壶用来调节水量 所以呢 你这个船进到闸门之后呢 这个人工壶就会把水灌进来 然后你的船就浮上来 哎 然后就进到第二个闸门 哎就这样一层一层的上楼梯 然后呢到出闸门地方 要下楼梯嘛 一样的道理 就用那个人工壶来调节这个闸门 船闸的当中的水量 让这个船可以爬楼梯跟下楼梯 好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在哪里 没下雨 人工壶快要没水了 好没水 你怎么调节水量啊 你知道每一艘船过去的时候 这个上楼梯下楼梯 每一艘船过这个巴拿马运河 它要花两亿身的淡水 还不能海水 要用淡水 所以一定要用这个人工壶的水 所以呢 现在怎么办 没水啊 这个人工壶它还肩负着巴拿马人 他们喝水 饮用水的一个目的 所以怎么办 没水 好吧 以前每天可以过40艘船 现在降下来只能32艘 酝酿开始往下荡了 而且呢 因为这个船吃水味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 以前可以这个 你容许你载很多货柜 你的船重一点 吃水深一点 那现在没那么多水 不好意思哦 所以呢你不能装那么多货柜 你吃水要浅一点 以前呢可以让你吃水到15多公尺 现在只能13多公尺了 所以呢 荡下来的部分就可以少用一点水 好那但是会有什么样影响 运量下降 可以过的船就少了 所以呢 现在在巴拿马运河外面 大排长龙 以前呢 等个3到5天 因为一个船要上楼梯下楼梯 过去呢 大概要花20个小时哦 那现在呢 大排长龙排100多艘船 那以前等个三五天 现在多的时候 要等到十几天 20天都有哎 塞船塞港 好了 那你说塞我不想等 我不想等 好 你花钱 让你插队 你知道以前过一个巴拿马运河 运费要40万美元 现在让你插队 你再付240万给我 240万美元是多少 将近台币7000多万 所以呢我240万的一个插队费 加上本来40万的一个过路费 加上一些规费 所以呢你要插队可以300万美元拿来 所以呢如果你是船要插队快快过的话 OK 你必须要付出将近1亿台币 过那个巴拿马运河 当然如果你运的是一些高价值的东西 那你就花 但你说我船上都是一些玉米啊 是一些杂货小麦啊 我花那1亿队吗 我就乖乖排队吧 我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巴拿马运河现在啊 这也水荒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谁受伤最惨重 一定是美国 因为巴拿马运河 大约有73个百分点的货物 都是来自美国 他都运什么 他大多都运这个液化天然气 或者是运一些农产品 那但是农产品不合理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等那么久 你要排队排大长龙再等20天 我农产品都坏掉 都发霉都烂掉了 所以呢这会导致通膨更加严重 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是巴拿马运河 现在面临到的难题 好那继续再讲 不仅仅是运河 还要带你看水资源呢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 也会变成一个争抢的对象 跟争议的话题 像是呢看到这个湄公河 湄公河呢 其实最早是从这个中国开始有源头 中国呢叫做蓝沧江 蓝沧江流到了中南半岛变成湄公河 流经非常多的国家 但是啊因为这个蓝沧江 它是中国境内的时候 它的高低起伏很大 最好发电 所以呢中国就蓝河蓝江 然后建了很多水利发电的一个发电厂 但是呢下游这些国家就会觉得 那你把水都蓝起来了 这湄公河呢是我们的母亲之河 它流经很多地方要种农产品的 上游都蓝了我下游没水怎么办啊 所以呢其实在中南半岛当中好几个国家 包括像泰国辽国 像是越南柬埔寨 他们成立了一个管理河流组织 那这个组织呢 就是要共同管理这个湄公河的水量的一个 这个控制嘛 总不能上游全部用光下游没水了 那我怎么办呢 但是中国跟缅甸就是不参加 所以呢其实这个湄公河的一个问题呢 现在也成了上游国家下游国家之间 其实弄的不太愉快啊 那当然呢现在这个水资源 如果是越来越珍贵 上下游国家意见不合 哎呦 有没有可能因此爆发 抢水大战 抢水战争 感觉好像就很有机会了 好那当然水是一个 不过进来的极端气候 其实越来越严重了 你看到呃到处的干旱的 洪灾的呃 光是在中国我们看到了 在黑龙江的一个五长米 这也是很知名稻米的产地哦 呃几乎都淹掉了 那这里呢洪灾 哇在过去的一个这个十年当中哦 这个洪患呢上涨了十倍这么多 然后呢你看到又是淹水的呃 干旱的野火到处烧的 你看最近的夏威夷 希腊加拿大都不断在烧野火 各种各样的极端气候 接下来呢只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才有很多联合国 不断提出这个警告说 各个国家千万不能小看 这种异常气候带来的经济成本哦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如果这么多国家 大家都为了要抢资源 开始出现了一些争议争端的话 哇哦那不得了 接下来如果真的生死攸关 爆发战争也不可能哦 所以呢今天就带大家来看到 目前全世界缺水的状况 可能会影响接下来 包括我们的运输 可能大家是不是要尽量 跟自己地缘相关 运来运去变得非常困难 成本很高的话 是不是我得要跟邻近的国家买 他的运费会比较低 这可能会影响大家未来的生活方式 还有整个世界的运作的方式了 好这个今天带大家来看到的这个缺水啊 一些相关的现象帮大家做整理 跟大家分析分析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 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